网红丁真终于打进电影圈了 我们的新生活发布了一组最新的预告片 网红丁真在戏中刻成的是一名背包客 虽然气氛不是很多 但是对于丁真却具有理智成悲的意义 据悉该电影分为几个单元组成 而丁真跟主演王迅、杨超越一起 刚拍电影就能和这样大明星合作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了 其实丁真现在真的是娱乐圈的宠儿 而他本人也是对娱乐圈很有兴趣 在出席活动的时候 就与很多明星大腕建立起来了联系 比如说大家时尚活动的时候就追星杨颖成功 还与女方合影 除此之外 流量小声白净庭、时尚巴掌的主编 丁真也是抽空带了他们联系方式 甚至连影响很高的黄子涛 都对丁真赞不绝口 还希望两人以后能有合作的机会 即使网红是一阵一阵的 尽管丁真现在再红归来 也会有失去光光的一天 毕竟靠直播 观众都有堪忆的那一天 现在不论是丁真 还是他背后的团队 估计也是有了长远的打算 那就是让丁真在娱乐圈出道 毕竟因为年纪还小 如果真能如愿还有一部好作品的话 估计70年的红利都不是问题 只是现在的年轻一辈 都想去直播界和娱乐圈赚快钱 不知道是喜还是忧呢